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秋风送爽明月高悬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 中秋节承载着我们华夏文化人伦孝帝之博大精神 人们尽望家人团聚 庆风祈福希望国泰民安 在此祭拜月亮之日子同日也是土地公之生日 一般人怀着感谢天地之心情 亲友家人共肠月饼就是团圆之象征 今天我们远走他乡全球数千万只华裔散布在全球各角落 令人感动的是全球各大城市皆有华富桥团和华文学校 只有华人才对自己之祖宗及文化在各地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 遗憾的是今天海峡两岸之关系继续冻结之中 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总统大选后对中美台之三边关系仍是未知数 我们要在此呼吁海峡两岸之华人同属华夏民族 尽管许多人不承认 但是历史之踪迹是无法否认的 值此中秋佳节 我们在美之华裔应该发挥影响力 绝不能把台湾变成乌克兰